拍美花小心翼翼的进行养蜂工作 这些蜜蜂不但能为它产生经济价值 酿出香醇的蜂蜜 拍美花还会在咖啡树开花季节 将蜂香搬到咖啡园 让蜜蜂变身成为田园里的小帮手 进行采花授粉工作 我地上都是咸蜂草 好 这咸蜂草 蜜蜂又去咸蜂草那边吃 然后又去吃咖啡花粉 这些瘦粉交流之后 这个咖啡味每次 他们说 奇怪你有蜂蜜味呢 又又说 咸蜂草的味道 每次客人都会跟我讲 我就说 我下面地上都是咸蜂草 那咖啡花是 他说咖啡花粉又有 有那个什么蜂蜜味 拍美花友善耕作的方式 进行田间管理 让咖啡园形成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蜜蜂可以在咸蜂草与咖啡树之间 进行采花授粉 却也意外地让拍美花的咖啡豆 在制成咖啡后 呈现出了蜂蜜香及花香 其实我很少喝咖啡 那如果要喝咖啡 我都喝他家的 然后喝他的咖啡 比较不会心急 他们说就是你的咖啡 就是味道会跟人家的不一样 就是跟我讲这样的 就已经满足了 拍美花说了解惯形农法 对土壤会造成伤害后 自己投入农作时 便不喷洒农药来进行田间耕作 适时的进行整枝防虫害等工作 提升了咖啡豆的甜味 再加上蜜蜂助阵 让拍美花的咖啡豆 多了一份竞争优势 也慢慢打出了自己的咖啡品牌 记者施心庭刘建荣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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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